为在太马里三河定制渔场工作的渔民朋友 为了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增加透过社群软体贩售渔货的途径 不仅广受好评 更因此迅速地将捕捞的上传渔货 用照片影片发送出去 不论顾客人在哪里都能随时预先下定 渔货量多的时候 甚至还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宅配的服务 每天的早晨和下午都会看到来到三河海滩 等待着捕捞渔货的交法上岸 还有拿着现金抢着买鱼的民众们 这是在太马里的三河渔市能够看到的独特场景 而过去民众们总是提早来到这里苦苦守候 但现在则是有了新的资讯来源 我们这个资讯成立已经四五年了 人数还蛮多的 刚开始没有 现在已经差不多四五千人 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有提供一个那个可以预购的 另外有一个拉出一个那个可以在船上就可以预购的 然后让大家更方便这样子 创立了社群软体的群组之后 人数直线攀升到了四五千人 想要来这里买鱼的民众 先看看当天抓了什么鱼 再到现场去买 而鱼货量多的时候 甚至还能宅配道服 总鱼货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至一半这样 可能差不多三分之一啦 三分之一会被定这样子 如果鱼货量有比较多一点的话 甚至还有宅配 这样子赖啊 让大家比较方便啊 然后对我们的销售也比较好 随着现金科技的发展 鱼民朋友的销售模式也渐渐的跟着改变 出去捕鱼还没回到岸上 就先把图片放上群组 让这些想要尝鲜的民众们 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资讯 不仅销售的门路变多 变得更方便 满鱼的民众们 也省去了苦苦等待的时间 记者安切伦 泰马里香报道